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罕见的要求参与的贵宾都不可以合照了 也不可以站起来拍摄 就说你想要拍赖青的不可以 全部通通都要做好 而且现场也不能开闪光灯 就是人家想说 这个拍照跟这个站起来合照 或者是什么 怎么会 好像跟这个为安的这种事件 好像不能够这样相提并论 但是人家讲说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求一个安全 求一个保障拉到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层级 所以贵宾入场安检的时候 现在都要求说 包包只要有拉链 都必须得要打开来检查 但人家讲说 台美好像这个情况上也不同 因为台湾毕竟没有开放这个枪支合法 然后但是你去管的事情 是一个合照或是闪光灯 好像也有一点怪怪的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明医 苏伊峰就讲说 日前其实终结案的凶手也表示 台湾也要应该审慎思考 没有看到立院还在闹 还在打 政治太过热忱 常常会造成社会对立 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来看看 人家为什么现在形容说 这一名枪手是美版青鸟呢 因为这个暗杀川普的凶手 他其实是以共和党的身份 来登记投票的 但是他却前一阵子 有跟民主党的团体 来捐了一个小额的捐款 代表说他可能有这种 矛盾摇摆的政治性格 那网友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说这个其实社会的对立 是政治造成的 是从政的人 你一直拉高这样对立的态势 比方说像是赖清德 一直要用二分法 或者是说这些侧义们 一直在讲说 你好像没有支持赖清德 就是那个中共同路人 你要开始这样贴标签 拉高仇视 才会变成整个社会 是越来越分裂 那人家网友也认为说 就是你民进党 在制造对立 然后在嫌台湾鸟 又要飞出来了 反正你就是动不动 好像不合你的意 你就要开始用出征的方式 这就是台湾 现在目前的氛围 那网友也看到说 因为他穿了 这样子的一个枪支的 就是等于说 他们的协会的 相关的这种图腾 就是在网路社团的这样的一个图腾的T-shirt 就讲说 这可能就是一个美版青鸟 那跟台湾的青鸟 这样子比一比的话 是不是青鸟现在遍地开花 台美青鸟一家青吗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都在训练出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打手 然后人家讲说 的确有一种青鸟感 这根本就是一个绝青 还说这一个 美国的枪手也是一脸青鸟样 这当然是网友的一些评论 就像一件衣服就是一只小鸟了 那人家感觉说 是不是年轻人就是被这样怂恿的 在这样子社会分裂的 这个就是政治分裂的一个气氛之下 美国现在也是非常的决裂 就两党非常的衰活不容 所以感觉上面 好像我们台湾真的是要赶紧踩踩刹车 不要再让这个政治决裂下去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仇恨值 其实赖青德上任以来 520到现在 快两个月的时间 一直在拉仇恨值 那徐晓鑫就讲说 根本就没有鸟嘛 你在野阵营 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不接受这个视线结果 如果大法官真的不同意 部分条文 立愿可以再进行修法 但是你赖青德就是在虎脚蛮缠 然后想要透露说青鸟很多 会站出来 假设你们在反对的话 青鸟就要再飞出来 但是现在根本就没有鸟啊 因为上一次青鸟出动 这个反核电的时候 就被人家拍到 现在开始好像这个青鸟放暑假 还是怎么样 青鸟的人数都在骤减当中 那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川普的事情 也要想到 这过去民进党啊 也是在压保 这个美国的选举 就是还记得吗 在2016年的时候 蔡英文不是跟这个 当时当选总统的川普 通了电话 然后就开始了 民进党力挺川普的 这样的一个序曲 然后呢 你看到一系列的 包含啊 华盛顿邮报还爆料说 蔡英文520就职的时候 还刻意删减掉 民主党人的祝贺篇幅 那在中常会的时候 看到蔡逸宇啊 黄成果啊 还戴着川普口罩 蔡英文还这样笑着提醒说 你们是中常委 也不能这么明显 那所以过去那时候 都在压保川普 结果后来拜登当选了 那这几年来 又都在压保拜登 是不是这个赖清德现在也要跟着蔡英文那种以美谋独 但是如果一直这样子很着重在压保的话 可能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又要自己转弯转的挺累的挺难看的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志恩姐 志恩姐怎么看这个赖清德赶紧把维安升级 我觉得总统的维安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的 万一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对台湾社会已经非常动荡的时候 会更加的剧烈 但是因为你的维安要升级 就要让平常可以跟大家比较亲近所谓 要站起来照相 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到底跟他的维安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目前才刚发生 所以说就观看这一个月当中 一个月之后发生传过水无恒 那可能又会恢复原来的状况 但是我还是强调 各国元首的安全 的确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看你刚刚特别提到的 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压错 其实民进党所压的就是 谁反中越厉害 他就压那个人 当初为什么会压 因为那时候对于拜登 因为拜登他过去跟习近平的关系 跟他小孩跟习近平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就假设 而且那时候川普就不断的有 还有蓬佩奥 你看他们对于中国的 非常强烈的一个指责 让台湾都非常的high 所以你看蓬佩奥每次到台湾来 都被当作英雄来看待 那川普这个非常狂人的行为 跟习近平这样子对抗的那个状况 台湾人当然是觉得 那个整个气氛拉到最高点 所以你看他们整个人 就是我穿我伟大 我记得那个口罩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后来川普落败之后 大家就沉寂一段时间 后来发现拜登跟以前不一样 反而也是以反中 来当作是一个 他市政非常大的一个主轴 这时候大家又觉得 原来拜登也是可以当朋友的 所以当然是美国总统 任何人只要跟中国大陆 有对抗的这样部分 民进党应该全力的支持 那这一次来说的话 反正两个总统都是 还是把反中当作是 他们这个国会报告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诅咒 竞选也都是以反中 包括这个所谓的关税等等之类的 要把百分之百来 不要去减免他的一个关税 所以你看 那这个时候台湾就面临一个抉择了 但是呢 因为已经很习惯了 拜登对台湾的一个友好 但是呢 这个川普会不会就是 又跟大家以前比较担心的 以商人的取向 因为利益的关系 然后来跟中国大陆 有任何的一个默契 然后反而撕掉台湾的一个权益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目前为止整个立院 包括民进党政府 对川普是没有太大的 一个所谓往他那个方向走去 因为他们就觉得 还在观望当中 不过我觉得对于这个枪支案来说 还是要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去看 你会发现所有会涉及的这个部分 包括刚刚医生有提到的终极案 包括这次这个年期 你看他慢慢就开始被挖掘出 他过去的一些新闻的模式 你会发现他们都是 学校里面的孤狼一样 非常的沉浸于他们自己的社群 他都是独立独妄 而且他被曝出来 他虽然是数学非常好 但是他还是常常被霸凌 那你知道在这个年龄的小孩 他通常都完全会有个认同的一个危机 当他发现他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上 没有太大的意义 没有人来认同他的时候 他会寻求他 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在社会上用一些小好的事情 可以引发大家的注意 而那个注意对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当然就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 那个做法对他来说 他其实没有太大额外 或许他是沉溺于政治当中 但是我们终结的案子当中 你可以发现 他包括以前的政节 其实也拨在这个年龄层当中 他那个社会的定位 所以他会寻求一个 比较是激烈的一个举动 来 那你如果这个非常的投身于政治的话 你就会政治的一个 引发大家动机的 一个非常强烈的举动 那你如果不是跟政治有关的话 你可能在人群当中 做一些引发大家的 因为他就是属于一个认同的一个 最微妙的一个阶段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当然有很多方法来解读 我只能说 目前为止美国总统 应该就是大势底定了 剩下时间都叫垃圾时间 好不好 所以大家已经开始做好的 就是川普上任之后 那到底中美台三角关系 到底是如何 如何面对他 在面对这个所谓的利益取向 这下面台湾应该何去何从 已经开始我们目前 每个人都往这方面来做一个准备 所以不管拜登有没有退选 不管民主党是谁 我想这一局大概的局势 就已经是这样的方向去朝前进了 好 来请教明贤哥 过去来讲 就是说美国是一个 50-50的一个社会 就是说两边两极对立 所以这次的枪手到底说 他是共产党出身的 也是甚至首投足 这是要第一次投票的 他的动机到底原因是什么 当然美方后续要去调查 可是大家关心了说 这是国内包括民党要押保 押保拜登还是押保川普 我觉得过去有很多专栏作家 包括美国专栏作家 有来做分析 即使说川普 现在看起来好像当选的几率很高 可是即使川普上来之后 真的包括过去他对两岸关系 甚至对于说 美国到底要不要协防台湾 他的立场是模糊的 也不因为正式表态 甚至也有美国的专栏作家认为说 川普根本不是真心关心台湾主权 而是把台湾当作是要逼中国 让步的一个筹码 所以如果台湾变成说 两岸互动之间的棋子的话 那到底说真的美方会 care台湾的真正的主权还是把台湾当作 只一个棋子而已 这真的是要 后续要持续观察 至于说为什么美国是50 50的一个国家 台湾也要变成这样子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资恩委员是怎样 我从这次大选之后 我只要跑行程 跑市场 最近我常常遇到比较激进的选民 就会指着我鼻子骂说 你们国民都在冲什么 你们立法院在冲什么 都是在骂 真的啊 变得更对立的 很对立 非常对立 而且说 你来带阿庆阿公 你是到里 常常问我说 你是哪里人 我说我屏東人 他都不是 你是阿庆阿来的 你台湾来的 就是用那种敏南语 用很仇恨很对立的方式 这情绪谁调起来的 所以我就包括国会改革法案过之后 甚至总统大选结束 到现在的那个对立的氛围 到现在是越来越升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像苏伊丰医师讲的 会不会变成终结 这样延续升高 如果对立气氛 会不会有大家不乐见 那种情况发生 所以谁要出来降温 说在包括赖总统 不要弄那种对立式 那种讲话说 青鸟飞出去了 国会改革法案 包括未来大法官 视线会怎么样 当然无法预期 可是政治人物 身为国家领导人 要把社会对立的气氛 要降温 你不去降温 反而升高对立的气氛 接下来都是那种情况 大家不乐见了 我光去市场 还有包括跑行程感受那种氛围 我就那种顿利的氛围 甚至比2004 2005 那种国清朝野 蓝绿对立更恶劣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立法院明天是要修会 法案大概要清仓表决 可是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包括总统 赖总统真的有责任 我觉得要把这种 对立的气氛降温 而不是升高对立的气氛 如果一升高之后 那个情况是很难预料 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拿 美国做一个借镜 就是赖清德首先要 把自己认知到说 你是全台的总统 而不是你只是绿的总统 而这样挑起对立 美国已经示范给我们看 我们真的要赶紧踩刹车 降温降温 我们来问一下上工 当然一件事情就是说 美国在总统大选发生这件事 当然相对全世界都会在看 不仅是其他国家 台湾也非常重视 当然你说拜登跟川普之战 未来民主党是不是换人 那是民主党内部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大家也在看拜登的问题 就是他对乌克兰讲话 对乌克兰所谓的是不是资源太多 对北约里面18个国家 国防卫到达GDP2%说 不会再捍卫他们 那回过头来你又看到韩国急于 跟拜登要签那个军费分摊的条例 也是怕拜登就说要求 一直要要求韩国要分担比例 要提高等等的问题 当然全世界对拜登的未来 拜登跟川普未来的战争 他当然看得很仔细 一定因为他会影响到全世界 他会影响到全世界 台湾会不会看这一个问题 当然台湾当局 你当然要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压谁 我觉得现阶段 大家普遍对川普的不能预期性 跟拜登建制派的可预期性 当然大家对川普会有一点紧张 包括美国都 加拿大都成立了川普当选因应小组 你看欧洲议会里面的韦伯 也都在讲就说 川普回归或是有没有北约 欧盟都要在核威社上面 要建立自己的保护机制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美国这一场总统选举 是全世界都关注 那当然未来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互动 当然直接影响到台湾 那台湾当然也更加要关注 这一个问题吗 当然我觉得压谁跟不压谁 我觉得压谁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美国的局势谁会当选 目前为止看民调 大体上大家大概心里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想法 所以压谁与不压谁 我是觉得台湾政府最好 不要随便乱压 压错了不会是好事 要清楚一件事情 川普某种程度上他有生意人性格 生意人性格 所以不要随便去乱压 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内选举事务 当然它影响到全世界 我是觉得就不要乱压 等了后面的局势再看 也不是没有指标可以做参考 乌尔战争跟以哈战争的过程当中 川普要用未来如果川普当选 是用什么态度去看这两场地域性的冲突 其实他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 川普未来会怎么处理 当选未来会怎么处理 拜登是因为他现任总统 他的处理过程我们都很清楚 主要是川普的问题 至于说国内的赖清德的维安 我觉得升级也合理 因为就赖清德都没有只是 维安也会紧张 维安也会相对紧张 因为他会成为一个是不是 诱导性或刺激性的一个 对台湾里面内部里面政局不稳 会不会诱发 有一些激进派的想法 当然是有可能性 但是刚才就诚如说的 如何让对立降温 我觉得总统是应该要去思考 如何让对立稍微降低 然后让人民的福祉相对提高 我觉得政府当局这一点 倒是要值得思考 才会对国家的发展比较有利一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